都現在櫻花都是滿開的這個狀況 那在我左手邊這櫻花叫做寒陰 那它有這種三種漸層顏色的變化 像從白色變到粉紅色再變到紅色 而且這一整排 將近是整個三公里左右 全部都是現在盛開的這個櫻花 那除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這一段是寒陰 不過在後面這一段 還有其他的櫻花 那像是呢 我們有看到這種福爾摩沙的櫻花 那甚至呢 還有這個昭和陰 那另外呢在這邊晚上的時間點 也會都開始點燈 所以呢是還蠻適合來這邊來約會的 那在假日的時段 這邊甚至還有一些闖關遊戲 還有文創市集 那在三點到八點的時候 還會有煉花電影樂 那這個是在二十二號的這個時間點 會在大草地裡面播放的這個電影 都是免費提供給民眾來做欣賞的 那至於今天的天氣方面來說呢 今天在清晨的時間點 也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呢是稍微比較偏涼冷一點 是在西半部地區 但是呢白天出來太陽之後 各地的天氣狀況呢 就會變成是晴朗穩定 已經開始回溫了 那不過今天東半部要特別注意 有一點零星短暫震雨 花生的機會 那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重點 來看北部五一的天氣變化 今天呢各地來說 大多都是晴朗穩定 但禮拜六禮拜天要注意 因為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呢在迎風面地區 稍微有一點這個短暫震雨 那包括了上次在北海岸 北部山區還有在東北部 這些地區要特別注意 那到下個禮拜一禮拜二 東北風呢是稍微減弱 那各地呢大多都是晴時多雲天氣 但是到下個禮拜三 微弱的風面又會開始通過 所以呢又會再開始變天了 那至於在中南部來說呢 這幾天的天氣變化 也都是滿穩定的 那在白天的時間點呢 高溫都是可以來到了28 甚至可以來到30度 那要注意的是日夜溫差 稍微偏大 以上是這一節的最新奇象 關心天氣啊 明天休假日天氣情況如何呢 可不可以規劃出遊 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氣象 主播又榮來告訴大家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東湖這邊的櫻花步道 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的櫻花呢 將近是已經有7到8成開了 而且呢 這邊將近有3公里左右 全部呢都是這個櫻花 那我現在所在的區域是第一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櫻花是寒一 而且它非常特別 因為呢 它有三種各同不同漸層的這個變化 像是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從白色 那慢慢再轉變為像是粉紅色 那接下來呢 再轉變為是紅色 那在後面這幾區 還有所謂的八重櫻 那另外還有葫蘭摩沙� 或者是焦和櫻 那在晚上的時間點這邊也會點燈 所以呢 也還滿適合做約會的 那另外呢 在明天的時間點這邊還有一系列的活動 那上次呢 有闖關遊戲 那甚至還有露天電影樂 都是可以免費給民眾來做欣賞 那至於今天的天氣 一起來關心 今天呢 精神是受到浮受冷卻的影響 所以西半部 稍微比較偏涼冷一點 但是呢 白天之後呢 這個就會開始逐漸回溫 到了整個中午的時間點 各地呢 都是晴朗穩定的這個天氣形態 但是今天呢 是在整個東半部要特別注意 有零星短暫震雨的發生 那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 重點來說的話 今天呢 各地是晴朗穩定天氣 但是禮拜六 禮拜天要注意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呢 在迎風面地區 像是在北海岸 北部山區 東北部 有這個零星短暫飄雨的發生 那至於呢 在下個禮拜一 禮拜二 東北季風減弱了 所以呢 這個天氣方面來說 也會逐漸變得比較穩定 但是下個禮拜三 受到後面略購的影響 所以呢 北台灣又會要再開始變天囉 那至於中南部來說呢 這幾天也都還是一樣 是晴朗穩定的天氣 那在白天高溫呢 都是可以來到了 二十八到三十度左右 那在清晨跟晚上的時間點 溫度大約是來到了 十四到十七度左右 所以呢 是這夜溫差稍微偏大 早出晚會注意保暖 以上是這一節的最新氣象 好 謝謝佑蓉 休息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白天之後呢 天氣狀況好轉 來看一下目前的現在溫度 包括了像是在整個西版部地區 都是來到了將近是二十幾度 二十二呢 好 好